我是吴若泉 马上要周末了 星期五的傍晚 就有这个让我们很开心的 全方位巨星艺人 黄景文 景文你好 我爱若泉 我爱大家 我是黄景文 我那天跟你聊天才发现说 你唱歌的时候不能喝温开水 对 我不知道 因为我每次试过 我从就是当歌 进录音室 那时候进录音室 发唱片录音的时候 有一天我就喝温开水 然后我发现到喝完之后 我完全锁喉 完全没办法唱歌 怎么会这么严重 我觉得每个人的状态不一样 有些人也跟我一样 他完全没有办法喝温开水 然后我想说完蛋了完蛋了 然后就要去尝试自己适合的 比如说我唱歌的时候 我一定要喝冰水 或者是我可以吃麻辣锅 才会开喉润嗓这样子 我可以喝58度高粱 就是烈酒什么的 但我就是不能喝温开水 我一颗温开水 马上没声音 好特别哦 我有一年就请我母亲 去看费玉琴小歌的演唱会 然后我母亲 这事隔这么多年 她到今天只要在新闻媒体 我哪看到费玉琴的新闻 然后提到费玉琴的歌手 她都会一直津津乐道 她去听那个演唱会 然后她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就是费玉琴在演唱会的过程当中 她就是一杯温开水走完全场 就她就在舞台上面 一个小桌子放一杯温开水 然后就跟大家聊天的时候喝一口水 就这样唱完两个多小时 所以我对你唱歌 前不喝温开水这件事情 我倒还真的印象蛮深刻的 其实我觉得因为每一个人的 他的那个状态不一样 可能我本身就不喜欢喝温水 所以我觉得一旦喝了温水之后 我觉得那个心理状态就是 我不喜欢的东西 然后他就会 而且其实因为我试过好几遍 就是不行 然后我就马上喝冰开水 或者是喝冰的饮料 或者是喝刺激的东西 我就马上开赏 可是像这种青少女 或在多年之前 就不是女生喝冰水 对这个生理期的这种痛 什么都会有影响 你都不会啊 我就是不会有 可是我有同学 就是一喝冰的 就是生理期来 我跟你讲痛到在地上打滚 然后叫我叫救护车 我想说哇塞 你胃眼太大了 没有真的 没有 我听过很多人 而且很多医师 如果女生在生理期 会有一些不舒服 她只要不喝冰水之后 都有很大的改善 所以你不会 你真的是 夏天你就不就是一个 好爽的人 可以一直吃冰 吃冰 所以我就觉得 每一个人体质不一样 所以你一定要找到适合你的方式 一定是 去对待自己 像我常常看淡如的脸书 淡如就是每天运动要干嘛 她跟我一样 我就我们两个人很像 她很喜欢吃那种传统的刺冰 我也超喜欢吃传统的刺冰 因为你知道我有运动 我就是没有很担心吃那些糖 会胖 不过当然现在吃传统的刺冰 也会跟老板说 就是烧糖 不要加那么多 对对对 可是据我知道 如果它真的是黑糖熬出来 如果真的是纯黑 我觉得也好像 不要有人工的东西就还好 那你吃刺冰 你最喜欢加的料是什么 我最喜欢加芋头 绿豆 大豆 大豆是什么 就大红豆 大红豆 对不是那种红豆 就大红豆 还有艺人这样 艺人 对 有时候可以加一点点那个花生 就是头刀 是那个竹软烂的那种 不是不是不是 你要吃那种脆脆的花生 对对对对 蛮好吃的 你没有加过吗 我是加竹软烂的那种 OKOK 那个我觉得也不错 那个脆脆的口感是不一样 那你会加什么 我跟你加的东西差不多 差不多 我有一次还蛮喜欢那个小汤圆 就那个很小的小汤圆 可是问题小汤圆 加了冰之后 它会硬硬的啊 你要先吃 你不要放太久吃 那个小汤圆的口感 很好 你这样子就让我 我反而没有加那么 因为很多人会加那个 九份那个什么芋圆 对对对 芋圆其实有一点大 我觉得 那个小汤圆的 真的吗 那个大小真的 我跟李树一和的来 因为他刚才有点头 这个OK 这个OK 我还好 可是我发现到 我小时候点的创冰 里面加的料不一样 你知道我小时候点的创冰 里面有加那个羊桃干 你知道吗 有有有 我告诉你 现在去宜兰某些地方 还是有对不对 有有 可是很多创冰店 都没有羊桃干 这个东西了 我在哪里吃到 你知道吗 在那个淡如的店 宜兰的那个 那个什么湖 我都忘记了 梅花湖 对对对 它的店里面 它有开创冰店 没有那个 它的店里面有创冰 对 然后里面有 里面有那个 是哦 古早味 古早味 那个那个 那个羊桃干 真的就是古早味 我小时候 然后你小时候 那个创冰 它有没有加一种 叫香蕉油的 有 有对不对 有 小时候有 我告诉你哪里 有那种新发亭蜜豆冰 就是香蕉油很香的 嗯 里素衣 你应该 你们名传以前 对面那个新发亭的 那个创冰都有香蕉油啊 很香 很香 对 哎呦 突然就想吃到 因为那个香蕉油的 那个冰现在很少了 嗯 对啊 好 待会儿再继续聊 I like eating sun I like radio 饮食的偏好跟禁忌啊 真的是每个人 不一样 嗯 那 我觉得说真的 嗯 就情侣跟夫妻 嗯 最好这个部分是 相同的地方多一点 对对对对 因为如果都很不同 真的是很麻烦 真的 偏偏在热恋的时候啊 这都不是问题 大家都不对 都不计较 而且会觉得 我尽量 你好特别哦 嗯嗯嗯 可是等到你真的要跟这个人 相处一辈子 你们想要 尤其说 如果是简单的人口的家庭 就两个人 如果你们饮食习惯 还很不一样 这准备起来很痛苦 我跟你讲 我前一阵子跟一对夫妻去吃饭 然后我们去吃养生餐 然后呢 就那个老公呢 他不喝 不吃奶类的东西 因为他不喝牛奶 所以呢 那个养生餐呢 突然在其中一道呢 就来了一道菜 然后那道菜里面 有一块奶酪 乳酪乳酪乳酪 然后就放 夹在菜里面 然后呢 他就不小心就咬到一口 咬到一口之后呢 你知道吗 那个老公啊 就突然 就停住筷子了 然后我想说 奇怪那你怎么不吃了 他说 没有啊 我刚刚已经讲过了 就是我的食物里面 不能有就是奶制品的东西啊 我刚咬到一块那个奶酪啊 然后我就 就是之后的东西 他都不想吃了 我就觉得超尴尬的 你知道吗 然后我就观察 他老婆在旁边 他老婆也没有特别 就是生气特别干嘛 他就跟老公就这样啊 对他老公就这样 可是我觉得 我在那边我就会觉得 因为他就把他吐出来 他把他吐出来 然后 也蛮直爽的啦 不错 他把他吐出来 然后就之后的 之后的那个餐 他都不动 所以他就完全不吃了 对 你那个餐里面 就只有奶酪梅 别的东西 可以给他吃的吗 没有没有 他的那个乳酪 是夹在一点点 他乳酪只有一点点 然后是夹在的 为什么他点餐之前 不问清楚啊 因为我觉得 那个养生餐 就他们有说 就是里面没有奶制品 那也不知道说 那个乳酪会这样子 很奇妙 没有 可是点餐的人 也是真的不小心 如果他真的就很介意 乳酪或奶制品 有些人是真的会 不舒服跟过敏 可是这样 也太难相处了 我觉得还好 真的吗 因为这是一个 因为人家就是 对那个饮食有禁忌 譬如说我不吃 我举我的例子好了 譬如说 我除以十五吃素 对 那如果今天有个 很重要的约 然后人家约了那一天 我也不会告诉人家说 我那天一定要吃素 对 因为我觉得不礼貌 是是是 所以我去到那个 现场的时候 我就尽量就是吃 避开 对 你就自己不要 就有点锅边素的感觉 就你不要去 吃有肉的地方 我其实我很怕 跟人家约事情 或怎样 疫情前 然后是出一属 因为我不想 因为我一个人 去影响大家 你了解我意思吗 那这是我自己的态度 但举例来说 举例来说 我以前有个朋友 很白目 对 就是 就我们两个人 这样 然后 他也都知道 我因为拜观圣音菩萨 然后母亲 祈福 我就没有吃牛肉 然后 譬如说有一次 我们就 约在东门站 然后就吃什么 然后他就说吃牛肉 你知道 我看他 他是你的好朋友吗 对 我看他眼睛 我看了很久 我就静静的看着他 我会觉得 你怎么了 因为 你不可能不知道 这个朋友的 对 因为他跟你的 交情 我举例这样 所以我觉得 如果啦 我就用你那个 不吃奶酪跟乳酪的朋友 就是说 如果 我就已经这样 那你还 点了这个东西 那我觉得 我不吃是正常的嘛 所以你不用去 介意这个事情 你了解我的意思 了解 然后 我跟你讲 他真的很白目 他真的很白目 然后没有关系 我就 因为还没有意会什么 对 然后我们就去那个店 反正 因为其实也会有别的面 就算是牛肉面的专卖店 他可能也会有 我觉得我最后的底线 就大不了 我最后就吃牛肉汤面 我就吃面不喝汤 最后的底线 可是心中就会觉得说 这是一个我的饮食的原则 那我会觉得人还是 就像你说的 叫朋友嘛 我觉得要互相的理解对方 是是是 然后就 你今天 这是一种贴心啦 你不能神经大条到这样 因为我们今天不是初认识 那你就已经 而且我并不是没有告诉他 因为从头到尾 他都知道我那段时间 是没有在吃牛肉的嘛 你这样懂我的意思吗 他真的神经很大条 我就想说我也有发现过 发生过神经很大条的事 等一下回来讲好不好 景文发生过神经很大条的事 会很值得惊讶吗 可是这个跟词没有关系 就是我记得啊 就是多年前就有一个经纪人 然后就带我带我们通告宣传 然后呢那个经纪人 他很怕橘色 很怕橘色这个颜色 然后呢就是有一天 我们就是刚好那天要出国 我忘记出国去哪里做宣传 然后呢那天是冬 那一年是冬天 然后呢就我到了机场之后 我就穿了一件橘色的大衣 然后就吹在他面前 然后他看到我就尖叫一声 啊我想说 奇怪他在干嘛尖叫 那你事前知道不知道 他事前有讲 就是很他很怕橘色 很怕看到橘色 那我就没有 那不是很尴尬吗 我跟你讲 从此之后啊 他对我超凶的 因为我不是故意的 因为他觉得这个人很白目 我觉得在他的眼里 可能吧 就是他跟我讲说 他很怕橘色啊 什么什么关于橘色的他到 然后我那天穿的又是 很鲜艳的橘色 非常鲜艳 而且是你知道长大衣 就从头到脚都是橘色的 然后从此之后 所以这个对我印象很深刻 所以我也因为这件事情 就会让我就是要更小心 就是说如果以后 人家跟你讲他的美感 就是真的是他的美感 那你怎么样都要记下来 如果他是比如说你的工作伙伴 或是比较重要的人 或是你的朋友啊什么 因为我以前就神经大调 就我也觉得 我觉得这没什么 我觉得橘色有什么好怕什么 然后想说你在怕什么 你就会就会想说 拜托这太夸张了 他是装的吧 他是怎么可能 可是好像就真的是有些人 就是有他的美感 我跟你朋友这样往来的过程当中啊 你的那个扫根筋啊 或被别人讲 我一点没有意外 真的吗 可是我也因为常常这样扫根筋啊 或者是就是在无形之中得罪别人 我不知道 一定 我就不知道 因为我会觉得 所以如果你说你得罪 我也不会很惊讶 真的吗 哎呀有时候就真的学不来 就是当然我觉得到现在这样子 我觉得就是尽量 比如说当我朋友跟我讲说 哎他他喝摇摇的时候 那个吸管 他不插中间的 他要插旁边的时候 然后我就会特别记下来 哦那下次不要犯这个错 你干嘛要帮他插吸管啊 不是就是有时候好玩嘛 就是饮料拿来了 我就是假薄嘛 这个还好 这个很细节我觉得 就会假薄 然后就吸管就直接就插到中间 然后就然后拿给朋友喝 然后他就看了我一下 我说干嘛怎么了 然后他就说 我吸管都习惯插旁边 我想说哦这个Mega怎么那么多啊 没有我觉得你要像你这样的个性啊 我觉得你要记得 其实不是他的吸管 要插在中间我旁边 我觉得我教你一个解决的方法 就是不要帮别人插吸管 我跟你讲 就是我常常会忘记 比如说有一次我跟婷哥 陈婷你知道 我有一次我跟就是一个演员 男演员 我们拍拍戏 那我们演夫妻 然后我神经可以大调到 就是我在旁边休息的时候 我在喝水嘛 然后喝水 然后他就说他也口渴 然后我喝一口水喝完 我见到他口口就说 嗯给你喝 然后他就说 你怎么会想说 要把你喝的水 然后给我喝 我说这有怎么样吗 他说我觉得你真的是神经很大条 那为什么你觉得你会有这个个性啊 可能对我来讲 我觉得没什么 我觉得这一定跟你小时候的养成环境有关 什么意思啊 就比如说你上次讲的 比如说你是老大 对啊对啊 或者是 也许父母亲给你比较大的空间啊等等 没有让你活在一种别人的眼光 而且你上次也上次你也说你不喜欢人家管你啊 对啊 你知道这综合这整个个性的特质 就是你比较在一个自我意识里面 我觉得不是父母给我很大的空间 是我这个人叛逆性很强 我觉得就是我 我觉得某个部分就是我的叛逆 而且你知道吗 我们一般人所谓的不拘小节 有没有 那个小节就是一个叛逆的人 想要去冲撞的地方 他就觉得说我干嘛要守这一些 这个细节 对啊 可能就是我觉得没有什么 你为什么把这个事情好像看得这么严重 可是也许对别人来讲 这就是他的美感 那全世界啊 除了像我这样能够体谅你白目的朋友 还有其他 你经纪人能够很体谅你的白目吗 哦他可以哦 他可以哦 因为就是我们认识很久 因为你次数太多了 如果不能体谅还没办法在你身边活下去 他有讲过耶 真的哦 他说他都不知道死几次了 请问我觉得你很幸福耶 对 可是因为我觉得 我觉得我不会去 不是说害人 就是说这个对我来讲 我就觉得 有那么严重吗 对然后对我来讲 我觉得是我的热情 可是别人接受到的就是 不是哦 我需要休息一下 我们等一下再回来 从饮食习惯聊到生活习惯来看一个人的交友态度 那特别有风格的人啊 一定就是要有一些能够特别包容他的朋友啦 因为那个风格太明显 太独特 但是我觉得呢 人生中也一定要有一种朋友 就是他的个性特别特别的 他的个性特别特别的孤僻 孤僻 你认不认同 是是是 好 我不用认同 因为本人就是个性很孤僻啊 对 说到的重点就是说 是 你的一生中 一定要有一种 这种有孤僻的朋友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呢 我发现到 哦 这个孤僻的人 对你会有一些影响吗 这个孤僻的人呢 他对你呢 他会很诚实的告诉你 比如说 你的哪里好 哪里不好 然后你这里 这需要怎么改进什么的 因为孤僻的人通常 他们就是的自我要求都很高 然后他们对事情的看法 他们会特别的严谨 所以我觉得 每一个人的一生当中 一定都要有一种孤僻的朋友 就是他才会就是说 可以告诉你一些 可能你需要 对可以更好的地方 他因为孤僻而更冷静 更理智 然后甚至因为 他很把你当朋友 所以他可以更真诚的 说出他的意见 对不对 对 那你就在讲我啊 你从头到尾就是在讲我 所以你对我来讲很重要啊 对啊 好的 真的 那你现在交往最 朋友年最久的 就是年资最久的 几岁认识的朋友 哇 还有在往来的 小学 小学同学 还有在往来的 有耶 小学同学有一个 就是那些小学同学 他叫李珊珊 然后我们小时候啊 常常 我们最常做一件事情就是 因为我是住四楼的公寓嘛 那你知道以前四楼公寓都有墙 然后我们会一起去 就是爬那个墙 然后爬了好几个墙 然后去摘一种花 然后里面有花蜜可以吃 然后就躺在那个 那个屋顶的 这个好几米的漫画感哦 表示你其实没什么搬家 对不对 应该都在 都在新店 对 这样你的友谊比较容易维持 像我因为从小就一直搬家 就比较不容易 哇 那你现在最常联络的朋友是几年 最常联络 其实我国中跟高中都有一个朋友 现在还有在联络 所以也请大家能够珍惜自己的朋友 对不对 好 那么 请大家 珍惜朋友 然后选择朋友 好 你刚才讲说 你最早是小学 对 对不对 那我的是国中一个高中一个 这样也够了 那也很久 也很久 我觉得人总要有一两个这种 就是从小长大的朋友 这些朋友就比较 没有什么就是厉害关系 是 然后很真诚的要跟你 对 然后有时候聊这些过往 甚至于聊 长大后的人生 我觉得都会特别的有趣 因为他特别的理解你 是 然后从你那么小的时候 青春无敌的时候 对 就让你们的友谊万岁 这样 好 那我们今天先聊到这边 来听景文 为大家自弹 自唱 I like 103 I like Radio I like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